一位朋友寄了一个小米的快充线 让我们给它改成粘米的长度 因为这个线是一米的长度 实在是太大了 他说它躺在床上比较容易影响它的发挥 需要粘米的长度 这样可能更自由一点 采用的是编织网的黑色 然后脸边用这种金属的黑色外壳给它封装上 这是他提的要求 这个另一头USB-A的插头也是的 在给它更换之前 我们需要测试一下 它的线是不是好的 我们用120瓦的充电器去测试一下 接着一个电流表 观察它的电流情况 以便于我们判断它的线是不是好的 先插上这个手机 已经在充电了 已经开启了快充的模式 目前的电压是16V 电压还在继续往上的增长 功率也在增加 目前是89瓦了 这个线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线是可以改装成粘米的 我们只要确定线没有问题 我们只需要保留它原来的脸头 线是不需要的 好 我们先把线给剪了 这两头剪了之后呢 把它的外壳给拨去 拨去之后呢 我们留下它的插头来进行焊接 好 已经拨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把这个线给焊接一下 这个线呢 就已经做好了 焊接的话 封装都非常的简单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再次演示 直接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这个线能不能用 我们来接一个电流表 这种是简易式的电流表 当然可以显示电压 电流以及它的功率 插上这个手机 我们来系个十 好 我有点事 马上回来 好的 总共6分钟 已经充电充到622%了 它这个电呢 充的是非常贵 这是真正的快充 好 这个线呢 就可以回去愉快地使用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苹果的120瓦 如果充苹果手机会怎么样 我们拿一个苹果的充电线 直接插到这个充电器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风险 因为好多小伙伴们 比较担心120瓦的功率 会不会太大了 我们直接插到苹果手机 插进去之后 看可不可以充电 这个线是进口改装的 它是可以 就是你们所说的魔改 是可以开启小米充电器的PD9V 可以看到 已经是9V的电压了 是可以开启快充的 好 目前的功率是14瓦左右 如果把屏幕点亮的话 可能功率会更大一点 目前是14瓦左右 屏幕点亮可以看到 有一个功率的增加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视频 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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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